其實我之前聽過很多人都說 不過人們很酷 他們不說話 說表情很黑口黑臉 Kiki 和美 隨意去飛 我們現在去第一站科隆大教堂 也是科隆最有名地標式的旅遊景點 即是大家在明信片上看到的照片 一定是有這個大教堂的 我們現在過去看看 其實在我們前兩天直播的時候 都有跟觀眾朋友一起看過 大家都說很美 大家喜歡的話 一定要記得CLX 和分享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頻道 再按鈴鐺才看 GO 我們現在來到科隆的火車站 其實這個火車站 都蓋不住科隆大教堂的高度 你們會看到兩個塔頂 是完全凸出來的 很巨型 這個火車站都可以說是一個補給店 它有很多超級市場、便利店、連鎖的快餐店 它開得很硬的 例如KFC開到三點鐘 也有麥當勞那些 所以如果大家很晚來的話 都不用擔心 是沒有東西吃的 我們穿過這個火車站 前面就是我們的科隆大教堂 歐洲的地方都頗好 就是它的景點跟火車站非常之近 基本上每一次都是走路就已經OK了 這個教堂是非常之宏偉的 主要是一個科隆的標誌性建築 超級高、超級大 是我們見過的最美的教堂 其實它的鐘樓是157米高 是世界第三高的教堂 它的高度是遠處或走的商店街 都會看到它 你就知道你自己在哪裡了 因為這個教堂 科隆市政府規定 它的樓是不可以高過四層 所以很多科隆市的樓下都會有地庫 反而是向下發展 而不是向上發展 我們身後這麼大的建築物 當然不會是幾天或幾年建成 就像羅馬都非一天建成 就是由十三世紀 工程斷斷續續地進行 去到1880年 當時的德國國王威廉一世 正式宣告是員工 整個工程耗時是超過600年 但其實我們這次來的時候 都會看到很多不同修緝 旁邊看到很多天秤 看到有些塔和門還在修緝 某些部分都遺封了 有很多觀眾朋友在我們直播時 跟我們說 我看一些照片 2021年還在修緝 我們這次就很幸運 雙塔完全沒有修緝 非常之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其實經歷過70次的炮火攻擊 我們剛才經過的時候 都有一些照片 是顯示當時 1941年至1945年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連科隆大教堂旁邊 都非常之有名的橋 都已經被人炸散了 完全是崩潰了 德國很多地方都被戰火摧殘過 這個大教堂非常之有歷史價值 已經是世界文化遺產 這個景點也算是我們這次旅程中 比較多遊客的景點 我們上次打石餅的時候 已經是去佛羅倫斯教堂 才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旁邊的這個就是 這個教堂上面塔頂 1比1元件大小的十字花毛 這間教堂是不需要任何錢的 免費便可以入場了 一來到的時候 我們就來到一個比德大門 這個比德大門是建於1370年至1380年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以為聖母旁邊的人是十二門徒 我們再經過Research之後 這十四個獎 有亞當、夏娃、摩西、羅亞、大衛 不同的聖經人物 而不是十二門徒 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就是他們全部都是被耶穌基督連獎 同時中間你都會看到聖母抱著聖嬰 過來這個位置就知道這裡 真是非常之駕駛 真是很厲害 因為你再仔細地看上去上面 你會發現上面的雕像 每一個人的樣子都是不同的 這裡的雕像是密密麻麻 到看來有點密集恐懼症 因為它真的很密 很精緻 很仔細 非常非常之靚 我們已經進來這個教堂了 進來之前其實它也有不少的注意事項 所以我們已經脫掉了 其實這個教堂在十三世紀做的時候 它有別於德國當時很流行的羅馬式教堂 因為它打算跟法國去競爭 所以它就採用哥德式教堂去建成 到來第一個感覺 它的樓底真的很高 高得好像一座山一樣 儲存模式都是一處晴天的感覺 這裡的宗墊高四十三米 這麼大的範圍 就知道它的位置也不少 有五千五百個位置 我還很喜歡這個柱 是用了層層疊疊的設計 就像你千層鬚一層一層 它令到它很有層次感 還有很立體 現在它每一個都浪費了很多功夫想做 它靠近窗這些位置 就有非常多不同的彩繪玻璃 還有就是刻畫了很多不同的聖經故事上去 大家都會看到它下面很多不同的光的反射 特別是我們現在太陽有少許下來了 每一塊玻璃反射出來的光 都是好像彩虹一樣 很漂亮 大家就會從門口的位置 順時針地參觀 首先看到就是耶穌壽懶的雕像 就是說耶穌剛剛釘完十字架之後 躺在聖母的懷抱裡面 這裡也看到很多的蠟燭 還有很多的善信在這裡捐錢 大家看到它的玻璃那麼色彩鮮豔 其實都是背後有一群幕後功臣 要不斷在這裡修復它 讓大家每次來都看到這麼漂亮的教堂 大家看到沒有適切的 為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跟著真相關的 大家想說 它能夠積極的 在裡面 既然有很多不同的路上 如果與美國有關關鍵的話 我們現在就提到科隆大教堂 最重要的一個展物 這個就叫三王聖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聖經故事 當耶穌出生的時候 有三位例子東方的賢者 帶了三份禮物給耶穌 那個故事裡面的三位賢者的圍骨 就在這裡裡面 所以這個祭壇 都成為歐洲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祭壇 這個擺放的位置 也是教堂最入的位置 在十三世紀的時候 為什麼要在這個科隆大教堂呢 原因是因為當時的德國皇帝 在米蘭大教堂 就拿了這個三王聖鎮 然後就送給科隆的主教 但是當時的科隆教堂 就容納不了這麼多人 去看這個三王聖鎮 最後就只能在他很大很大的教堂 容納這些信徒去看這個 所以為什麼會有科隆大教堂呢 主因就是這個 我們順時針就來到這個tour 就是最後這個位置 在我身後就有五塊不同的玫瑰花窗 他們就是整個教堂 是最古老的花窗 建於1507年至1509年 說的是一些耶穌和聖網的故事 出回來教堂了 其實我們現在就準備要上塔頂 就要來這個入口才可以上到塔頂 好 我們已經買了這個入場券 去登上塔頂 每一個大人就是六歐的 太過分 繼續發生 好累啊 我們現在簡直是瘋狂自尊 是啊 好暈啊 嘩 好累啊 好累 嘩 好恐怖啊這裡 嘩 好暈啊 好 出去看看我們 轉轉 with me 還沒完啊 還沒完啊 哈哈 終於到了 真的到了 哇 但為什麼那個塔頂沒有東西看 哈哈 我們走這個方向 還沒完啊 還有一點點樓梯啊 看到那條橋啊 我已經用了二十分鐘左右 終於上到塔頂了 跟其他大教堂都一樣 通常來塔頂有很多鐵絲網包圍著 上來之後整個都暈了 這裡其實看來的景觀就是看科隆的市景 還有那條橋景 我來到這個位置就看到塔頂 那個十字花塔建築 跟下面一個是一比一這麼大的 原來真的這麼大 而且我覺得慶幸現在是好天的時候上到來 我們試過在梵蒂岡上去 是有下雨 因為這些其實是露天位 如果下雨就相對麻煩很多了 你就會看到旁邊這些雕花 還有這些建築是多麼大 還有精細 看到嗎 果然上來就是人生勝利了 我聽到很多人的咆哮喘氣 因為真的很累 我們又來回到下樓梯級的位置 哇 好暈啊 神經病 自轉了一百次 先休息一下 真的要拿八花油出來 其實我們跟剛才上來的 是同一條樓梯來的 我們現在就去中樓看看 哇 哇 這裡很窄啊 哇 像張寶仔凍一樣 這個教堂總共有12個鐘 最大的鐘就是這個中間的鐘 就是24噸的聖秘德鐘 它直徑是3.22米 是超級巨型的 這個聖秘德鐘是安裝於1924年 被人以為是歐洲中世紀建築藝術的精髓 但我很期待它如果是響的時候 在這裡裡面我們的耳朵會怎樣 哈哈 不過我們都有點趕時間 我們就準備去下一個景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古龍水 古龍水這件事其實就是來自科龍 它這個品牌4711 就是科龍的古龍水來講 是非常有名的品牌 那大家這裡也會有個專門店 也有很多人專程買手信回家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科龍一條很熱鬧的商店街 但基本上這條商店街我最喜歡就是去所有店都很集中 都是在這一、兩條街 就像H&M、Sara、Mango 香港一些很熟悉的品牌 就是Pandora 或者是Muji、Unico都會有的 而我身後面這間店 就是專門吃Churros 就是一些西班牙版的油炸粿 我們是超級喜歡吃這一間 所以我們現在突然很餓 就想吃這些掃街小食 就選了這一間了 其實除了這一間之後 其實也有不少掃街的食物 譬如薯條、腸、Burger等等 都會看到大家拿著來吃 我們這次是吃Max的口味 但它的焦糖味真的無敵 很好吃 熱辣辣又脆口 很好吃 嘩 這個我們是Medium Size的 即是九歐 連銷售碎 這裏真的有很多鎖 鎖爆了 鎖爆了 鎖爆出來 很澎湃 而且我覺得鎖很重 我們應該鎖一個在這裏 然後等觀眾朋友來找我們的鎖 會不會還找到一個空隙 可以放到呢 我只看完全沒有空隙 已經找不到空隙了 我們走完橋之後 其實已經看到三角大廈 我們就要上去 我們現在就買了入場券 成人每人就是不歐一張 就準備搭升降機上去 搭升降機上來之後 都逃不過走樓梯的命運 都是要走樓梯上來 走了很多樓梯 我現在就買了 哇 我看到了 有那種Shibuya Sky的感覺 對 真的 是不是 真的有 真的有 很漂亮 對 玻璃很大 立刻出口位已經是最適合力場的位置 就是剛才看到橋 以及科龍大教堂 上來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360度看完整個科龍的景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去過我們身後這一區 在這個位置就了解一下 譬如有不少的火車、鐵路網 會看到球場、摩天輪等等 我真的不上來都不知道 原來科龍是有摩天輪 在這個位置絕對是望回科龍大教堂 以及那條旗梯最好的地方 但很可惜現在 我們這一邊就變成白曬曬的天氣 但同時都見到剛才我們拍照的位置 幫Kiki拍了很多漂亮的照 幫你拍了很多漂亮的照 Having a good day Having a real good morning 我們大致上就走完這個觀景台了 其實這裡都算是看完科龍的所有景色 都算是一個挺漂亮的地方 不過這裡的玻璃有一點點髒 所以拍出來會有一點灰灰蒙蒙的 就不會這麼漂亮 看到這些觀景台這麼大的玻璃 令我很想念東京的Shibuya Sky 我這次醒了沒有裙子 哈哈 不會變棉胎 我覺得不蹲來算是值得上來的一個地方 準備離開科龍的同時 我們就跟大家做個room tour 我們這次住的酒店 就是科龍的萬豪酒店 在科龍的火車站 大概走五分鐘左右就會到 都非常之近 還有是平路為主 住三晚 房價每晚$997 就不包括早餐 這次的房間就叫豪華雙床房 一進來就看到衣櫃 有行李架 有躺衫板 有躺斗 還有幾個衣架 還有一塊全身鏡 旁邊就是mini bar的位置 有咖啡和茶包 沒有特別的機器 下面就有個雪櫃 還有保險箱在上面 這間房間全是地毯 然後進去洗手間 挺闊落、挺舒服的 浴缸就是花灑機缸位 只有手持會花灑 然後洗手盆 有多大 也有放大瑕疵鏡 這間酒店也一樣 沒有牙差牙膏 也沒有其他拖鞋 個人護理用品 全部都沒有 唯獨有給一支小小的lotion 舒戴衛有一張電腦椅 不過如果兩個人在工作的話 就有點迫 這裡也有個茶几仔 最好給咖啡 哈哈哈哈 沒有咖啡不碰當 那茶几的旁邊就是一張梳化椅 因為我們這個房間是豪華雙床房 分開了兩張單人床 我們進來這間酒店之後 最滿意真是她的床褥 是我們不單止在德國 算上瑞士的旅程中的酒店床褥 是最好睡的一張 它的枕頭的軟人都適中 中間就會是兩張床 share一個床頭櫃 現在就看看外面的景是怎樣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3 2 它就是沒有景好看的 就是一個好像鵝蛋形一樣 看回大家 那其實這間房間總結來說 是很夠大的 兼且它都舒服的 但是房間的燈光就會比較暗一些 以這個價位 五星級酒店 還有它近火車站的話 我覺得是挺划算的 三星級四星級都要六百幾七百元 我不相差一間五星級酒店 都是九百幾元 不用一千元 所以我們就選了這一間 那麼久的旅程之中 是最好的一間酒店 科隆的room tour就到了這裡 我們即將展開下一個行程 就是我們科隆的半日遊 我們到這裡查看了才跟大家說 現在已經拿了我們的兩大一勢了 因為我們已經算了我們在這裡十幾天了 吃了四十幾五十條腸 大大小小 自己煮也有 搞不定了 不想再吃腸了 所以最後我們就吃了一間村菜 都挺好吃的 可以放個地址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在科隆突然很想吃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 我們現在就已經來到科隆的站了 準備上我們的車 上去阿拉姆斯特丹 對呀 去荷蘭了 對呀 我們終於來荷蘭了 不知道厲害不厲害呢 哈哈 說這些 我們現在又在這裡等車了 因為我們的車又延遲了 我想起我們剛剛來德國的時候 那班車又延遲了 然後我們現在走了 要離開德國了 那班車也是延遲了 剛好 自己已經遲了十幾二十分鐘了 總之是買杯啡啦 好 各位 我們現在就在德國前往荷蘭的途中 在車程上就說一下我們在德國旅程上的一些感受 都住過慕尼克 柏林 科隆 那這三個地方其實在德國來說都是一些大的城市 其實都是很不同的分別的 體驗了不同的德國 那譬如就好像慕尼克那樣 走過那些大街上 會明顯感覺到那些人是比較年輕的一些 是年輕的一些 那之後呢 到下一個地方就是柏林 其實柏林這個地方在歷史上有很多意義 尤其是在戰爭上面 但是呢 到了現在 今天 我就覺得柏林是比較現代一些 雖然它有一些很識力場的德國景點 大家去歐洲城市 經常都會有分九城區 或者可能現代那邊 整個柏林是感覺不到有一個舊城區 就是可能打完仗 然後再重建 所以大部分建築物比較現代化一點 一出火車站那一下 已經覺得這個城市是現代的城市 而不是好像沒有的 感覺是有些舊城 那之後呢 就到柏林 其實柏林整個區 全部都是因為大教堂 而大旺了一個人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對於這三個城市的一些印象 首先其實我們住了十幾天之後 我覺得是真的容納到 很多不同民族文化的一個國家 我們說衛生的方面 或者其實大家可能搭火車的時候 很容易就去察覺到 這個地方是乾淨的 而德國這個地方是非常乾淨的 你去廁所的時候 是不會有任何臭味 我們離開了茂利克之後 基本上我們搭的每一程車的窗 是非常乾淨的 科隆就相對是比較骯髒一點的 但是呢 都是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以整體上來講 德國這個地方是很乾淨的 然後下一個就說說他們的物價 因為我們是從瑞士過來德國的 瑞士物價真的很貴 但是來到德國之後呢 我就覺得呢 它的物價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其實跟香港的水平是很接近的 那當然呢 可能某一些物品上面 可能有大家的高低之別 就是最容易看的地方 因為我們每一晚都要住酒店的 其實我們住酒店的價錢 比起瑞士其實真的便宜很多 而且房間是大、乾淨、舒服的 我們每一間酒店都是便宜過一千元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抵住的 至於去吃東西的價錢呢 例如吃西餐 都是跟香港差不多價錢 但是呢 吃它的特色食物 譬如豬手、啤酒、腸 其實這幾類的食物 是便宜過香港的 好吃過香港的 我們平時可能在外面餐廳吃東西的話呢 不論是吃德國的食物 可能不同國家的食物 可能是亞洲的食物 兩個人的價錢水平 是大約40歐至60歐左右 如果出去吃東西的話呢 那我覺得是 它是比香港比較貴的 但是始終你身處是歐洲 那我覺得價位已經是OK 尤其是我們剛剛從瑞士過來 我們就簡直覺得這裡是超便宜的 那個對比很大 食物的味道、種類 都是適合我們一點的 瑞士是覺得來選擇 但是有少一點 而且味道就單向一點 來來去去都是那幾款 我們也有說 其實德國是比較多不同民族的 所以食物的種類 或者是餐廳上的選擇 都真的多很多 那之後就說一下 這裡的德國人 其實我之前就聽過 很多人都說 德國人很酷的 他們不說話 說表情 黑口黑臉 但是我覺得 由我踏入德國的境內 第一天 去到今天 其實我對於他們的印象 都是很好的 未必是瑞士人那種很隨和 很有親和力 經常跟你說嗨 趕早晨 那種感覺 但是他們都會盡量地 釋出他們的善意 尤其是我們拍片 我們經常拿著相機 其實你可以感受到 他們內在的那團火 那個熱情 想和我們交流的感覺 譬如我們直播的時候 我們坐在旁邊 有三個小孩 不停蠢蠢欲動 經常想上鏡 他們這些人 外面比較冷漠 內裡是熱情的 我想很多觀眾朋友都會想知道 究竟我們有沒有歧視的問題 基本上每一次直播都有人問的 我們都可以很肯定地告訴我 我們從瑞士開始去到這一刻 都沒有任何一個人歧視我們 我也覺得之前 有些觀眾朋友都說得對 沒有經常都會覺得 別人會歧視我們 大家都覺得我們是遊客 正常都不會無故對你而言相鄉 其實我覺得去到別人的國家 你盡量做好自己 容納當地的文化 兼且就互相尊重 最重要 我想如果你遇到 你真的不幸 我們如何感受到他們的熱情 就是有時候 Kiki會幫我拍照 在不同的地方 十幾二十個都有 是不同的地方 有人看到Kiki幫我拍照的時候 他們都很喜歡 問我們想不想合照 然後就幫我們拍合照 剛才我們去過科龍大教堂 待會有一個德國的藍營 走過來跟我們說 你不要在這個位置拍 你在左一點拍 你就會拍得更加漂亮 你會有這樣的友善的人出現 大家都會很關心 這個地方是否安全 會否有危險 以我們來說 我覺得德國是一個挺安全的國家 至少日休息 我們晚上很少出去 最遲回酒店 可能是九點幾十點幾的時間 感覺上不危險 當然大家都要有警覺性 就算是在香港也好 你也是要有警覺性 要說在一些我們覺得不好的地方 第一件事 我覺得這個地方的銷售水很高 例如我們今天吃過Churros 它原價是七歐 但它要收銷售水變成九歐 因為它要收十九%的銷售水 我覺得是很高的 當然如果大家來買東西 賣得超過五十歐的話 有些免稅點就可以免稅 作為遊客來說 來到德國之後 它的景點通常都是五六點 甚至是四點 就已經是關門了 如果你有很多東西想看的話 真的未必一天之內看得完 雖然它的景點其實都方便 因為基本上火車的網絡 是非常發達的 全部都是很近火車站 我們譬如去海德堡 那些景點 博文館是四點就關門了 所以如果大家要編一個行程去的話 譬如海德堡的話 其實我們建議 可能是住在那裡會好一點 因為如果不是 我們在科隆過去 其實就是要兩個多小時 大家要很早起床 你去到的時候 你實際上玩 可能都是三四個小時而已 你的景點很多都關門了 來回都五個小時 說到最後 我覺得在德國裡面 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他們那些鐵路 是經常延遲 經常延遲 這個問題是 很影響到我們遊客 因為我們有時候去一個地方 一定會是一程就馬上去到 有時候可能需要轉車 轉火車 你一延遲了一程之後 你下一程 有機會是達不到的時候 整個行程就會亂了 就會很麻煩 即是俗語講的 一紙床滿盆街落索 因為他們的延遲 可能不是那種一兩分鐘 兩三分鐘的延遲 而在延遲可能延遲三十分鐘 我們聽Aidan說 他試過延遲六八九十分鐘 真的很誇張 所以大家記得 你一定要下載 他們當地鐵路網的apps 就叫做DB Navigator 這個app是一定要下載的 你可以看到它有延遲的情況 以上就是我們對於德國行程的總結 我們都玩得很開心 感謝大家收看這麼多集 還有喜歡的朋友 一定要記得 CLS和JR心目標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再響眾祭場才看 還有聽說 現在德國最新的防疫政策 又更新了 來的朋友一定要看回 當地的政策 下一集荷蘭見 來自其 gave 認識六項的 內地 正皮 움銷子 橫子 換 那來自 아�至 伴逐 教練 小 permit 設計 yere 佳